积极大宗園庙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每年庙方都会在过年前 在信仲以及企业的支持下 捐赠物资以上款来帮助镇内需要的民众 今年则是第13年来持续办理寒冬送懒的活动 大宗園庙在举办第13年的寒冬送懒 那今年售户的有41户 那我们所发放的有物资跟奖金 那我们红包是以一个人 是5000块起跳 那两个人就是8000 那有人口数以多的 就是最高就是以1万块 那这次也感谢说有益金科技公司 还有那个沙石会的沙石会公司 以及很多那个审刑台 对我们的那个赞助物资以及奖金这样子 团长也表示 这次也相当感谢许多单位共享盛举 提供红包或是民增物资等等 共同来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现在举办今年是第13年 那我们有益金科技的那个杨董事长 还有那个沙石公司会的那个吴大房会长 他们理事长以及很多单位对我们的赞助 还有我们的农会 总干事他的儿子所提供的物资这样子 对我们都会每年过年的前两个礼拜 星期日来举办这个活动 然后将这个物资啊 以及红包 发放在他们手上 让他们好过年这样子 因为花春林感谢庙方的用心 临近过年 这是相当肯定 庙方对于社会弱势团体的关心与付出 我们积极镇大宗圆庙 在每年过年前 都会举办寒冬送晚的活动 在积极镇的弱势关怀家庭 他们在过年前 能感受到处处有温暖 能够过个好年 今年大宗圆庙结合各地三星人士 发新发愿 有物资 有衣服 红包现金 还有相关的米粮 提供给弱势关怀家庭 能够让他们过个好年 连续举办13年的寒冬送暖 已经成为大宗圆庙 庙方相当重要的活动之一 不但可以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也能够让他们在过年的时候 无后顾之余哦 记者邱平易 积极采访报导